我觉得每一次的对话会 我都见到不同的这些Uncle Andy 我觉得有些他们讲得很正面 有些很敢讲 我觉得这是很好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对话会 鼓励他们就是voice out 他们有什么就讲什么 我觉得多主办这样的 因为毕竟不同层次的 不同阶级的人 他们可能想的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对话会上 我们才可以真正听到名声 就是他们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他们想未来的新加坡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社会 对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抱着什么样的愿望 他们有什么理想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对话会 比较生动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 这样的一个对话会 鼓励更多的我们的新加坡的人民 新加坡人站出来 就是把他们心声讲出来 或者是他们觉得有更好的idea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国家 尤其是乐龄的朋友 因为这些阿公阿嬷这些乐龄的朋友 像我们常常说的 他们过桥比我们走路更多 他们吃盐比我们吃米更多 所以通过他们的生活经验 他们从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 就是学到或者是吸取到 得到很多这些很宝贵的意见跟讯息 像有些讲甘坡精神 就是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够让我们新加坡人 更团结 更有抱着那种有甘坡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 好了